4月8日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 涉及总额达1375亿港元 主要目标是保就业 帮助企业和市民度过难关 香港特区行政长关林郑月娥 在当日晚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此次防疫抗疫基金包含800亿港元的保就业计划 政府将向合资格雇主提供工资补贴 每位雇员每月最多可拿到9000港元 为期6个月 但雇主必须承诺不会裁员 为了创造职位 林郑月娥指出 未来两年将在公营及私营机构 创造约3万个有实现性的职位 涵盖不同学历及技能人士 涉及金额达60亿港元 此外 针对近来受到重创的旅游 航空 客运和餐饮等行业 政府已推出16项措施 预计开支达210亿港元 由于我们面对是史无前例的挑战 特区政府也都要作出史无前例的回应 我们的回应目标有几个 第一 是协助企业继续经营 第二 是保住员工的就业 第三 是减轻企业和市民的财政负担 第三 是希望我们的经济在疫情受控之后能够尽快复苏 在社会风波以及疫情的影响下 香港最新公布的失业率为3.7% 创下9年来新高 林郑月娥宣布自己和政府主要官员在未来12个月会减薪10% 以适合市民共度时间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两轮防疫抗疫基金以及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 涉及的开支加起来接近2900亿港元 近乎是2019年香港GDP的10% 香港的财政储备预计将由1.1万亿港元减少至8000多亿港元 但香港的公共财政仍然稳健 特区政府暂时不会考虑发债 事实上我们过往在经济好景的时候 逐步建立这些储备 就是要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让他们发挥作用 令我们有能力在环境困难的时候 推出大规模的逆周期的支援措施 缓解经济下行 对市民的就业和生活的影响 及 voting 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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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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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功